文件会主委 盛志仁昨天在自由广场以超大型气球偶聚 热闹宣告民国99年国庆日花车大游行的内容 他说保证创意是历年之罪 唐吉柯德和他的夫人力战四头龙 指风车剧团大型气球龙 有十多个人在中正纪念堂操作 宣誓国庆花车大游行也会很精彩 我们遇到的艰难跟挑战 就如同我们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过程一样啊 文件会在主委盛志仁的掌舵下 第一次承办国庆大游行的活动 一切都为了建国百年庆典暖身 一百个国家的青年 把他们的国旗跟中华民国国旗整个缝在一起 变成一个超大型的国旗 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敞篷的古董车 还有吉普车 上面邀请很多我们的台湾之光 今年国庆日会有戏曲学院高空杂技的表演 三十五部花车会共同游行 从下午两点到六点 从中正纪念堂出发 走仁爱路一路到国副纪念馆 上午金美女中拔河队 两度打扮叔叔勃勃队 展现了国庆日前的欢愉气氛 同时各族群的人偶大气球 也在在宣誓今年的国庆日会很不一样